团保局人员喷洒大量消毒水 针对确诊足迹大清销 加以席宴群聚 短短四天内已经有十人染疫 其中指标个案男业务员 三月十四号发病 二十一号新增的园林退休校长 则是比他早一天有症状 也就是婚宴当天下午发病 指挥中心分析 这两例都很有可能是感染源 由于指标个案男业务员 基因定是出炉 与新北设计师序列相同 也是陶机链相关 但如果按二二一三七 园林退休校长是感染源 感染病毒序列也相同 如何被传染专家分析 可能与新北设计师足迹重叠 又或者有亲友有接触关联性 但另一种可能也不排除 感染不同病毒 比较难去认为说 他一定是不是有 另外一条传播链造成 当然也有可能 他本身是一个将这个病毒 带到相关婚宴场合的 一个其中一个来源之一 不过这期喜宴群聚 目前已经显示 从最早1月3号的 陶机群聚引爆 2月13号传给新北设计师 衍生宗教协会唱歌团 和游览车旅游团 如今又烧到嘉义席宴 陶机安病毒延烧两个多月 至少扩散全台 其显示 所以只要有一个个案 它可能没有被完全匡列住 就会让整个传播链 继续的一个存在 在整个社区当中 那至于黑数有多少 这个就很难去断定 专家认为北部病毒 向南部扩散 还延烧两个多月代表社区中 还有黑数 端期内还有一些案例会出现 民众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 避免染疫 记者杨世续 陈嘉伦台北采访不到 在煮饭的时候 我就使用过这个 海皇XO干贝酱 还有多到 这个十几道的 这个严谨的工序 里头呢 会有严选的大干贝 要有珍珠包 跟石斑鱼的飞力入降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购 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